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个很好吃的美食哦 那我们地中海吃的时候价格很昂贵 我们自己做呢 简单又美味 好 我们就开始学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啊 根据你家里的人口自己来掌握 那我们需要大的芦笋 彩椒 还有这个小飞菇 车梨子 小红萝卜 调味料呢 需要西马拉雅山的盐 或者是海盐都可以 黑胡椒粉以及橄榄油 我们将这个食材首先要洗干净 我们将这个小番茄呀 小胡萝卜呀 都把它冲洗干净 瀝干水分 然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笋呀 把这个上面这个硬的部分呢 把它去掉 我们留这个小笋尖就可以了 把上面这个硬的都把它去掉 然后下面的这个笋尖都很嫩了 我们把它洗干净 一样呢 拎干水分 备用 好 我们讲这个小蘑菇呀 也用清水呢 把它洗干净 泡一下 把这个蘑菇里面的这个白色的符物 都把它去掉 把里面的白色符物把它去掉 用清水呢 洗干净 然后呢 拎干水分 放在一边备用 彩椒呢 我们就把它清洗干净 一分为二 把里面的糊呢 把它去掉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 就这样的 一条一条的就可以了 好啦 所有的食材呢 我们洗干净了 就把它摆放这个大烤盘中 食材都不要重叠 我们把它撒上细盐 撒上黑胡椒粉 然后再淋上点橄榄油 然后我们再把它翻一个面 把它翻个面 翻个面呢 这一面继续的撒上点细盐 撒上点黑胡椒粉 再淋上一勺橄榄油 好 每一个食材呢 都已经沾上这个调味料了 我们把烤箱呢 提前预热450度 把它放在下格 烤上18分钟吧 然后我们再把它移到这个烤炉的上格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烤箱呢 就把它射到480度 然后烤5分钟 好 5分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取出来了 把它摆盘了 好了 我们这样一道色泽鲜艳 味道呢 又鲜美的地中海烤蔬菜 就做好了 我们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呢 加入不同的肉类 海鲜类 都可以 如法式的这个慢煮鸡胸啊 然后鲜煎这个虾 三文鱼 都可以 这个烤蔬菜啊 在地中海呢 价格也是非常的贵 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吃 原汁原味又健康 而且非常的美味 好吃 简单吗 那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需要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